4. 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4月18日報章 C.07元學世情亦經萬坦白最一先生浪漫政治家命運就是浪漫 命也者,率成為之命,性那入之品好及思維,元學稱之為先天命 混也者,後天之數,乃時位之變化,即以啟動先天之命, 故命徒浮沉起伏,仿如夢幻,默然回首,此覺人生浪漫 浪漫定義浪漫一遲起源於歐洲,解釋大概為某種夢幻之理想追求 而這種理想也許大有夢幻式的英雄主義及敢於創新 這種理想追求可透過各種表達方法實現,例如詩人所作的詩句 音樂家演奏出的音符,哲學家發揮其思想及理念 以及政治家用演說來推動其正見等也可視作浪漫的追求 浪漫除了滿足個人心靈感受愛,還可能包及眾生同受之喜樂悲憂 浪漫令人有我行我素之意,以為是一種無拘無束,打破世俗觀念的行為 男女兩情相悅底下,更是浪漫為性感表現,文藝講求創作,特別喜歡浪漫主義 但政治的浪漫卻有主觀與客觀之分,主觀浪漫但求個人目的 可能製造社會混亂,有誤盡蒼生之餘,客觀浪漫乃出於別人欣賞 若得驚異,卻令人回味無窮,政客認為政治浪漫,故吹之若霧 乃因政治能豐美群眾,豐雲為知識變,出色政治家魂與徐心翻作郎,關山敲 眼花為喬,這種浪漫感覺,令無數英雄競節要,浪漫若能剛柔相際,則風騷瀟灑 老子認為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文雷霆不為衝矣 超越羅漫前美國總統小布殊者消滅大殺傷力武器發動波斯灣戰爭 事後發現者藉口指污虛有,仍震震有詞說戰事粉碎了伊拉克總統 最後蔡恩製造大殺傷力武器的意圖,當就此事面對檢討諮詢小組時,小布殊說得更有趣 我會很開明接受各方意見,只是不接受那些我不能接受的意見 與太衰羅漫,卻十分強慢 近代美國總統列根當被眾院追問是否牽涉一項國際軍火交易看見時,他只輕描淡寫的答 真理當前,何用爭辯,無所兩可一句辯不了了之 列根總統長袖羨慕,誰個向他提出政策,就交由誰個負責 他自己卻跑去打歌爾夫球 他執政期間,竟然國泰文安,經濟醞揚,萬年退休後更把一生輝煌是織忙的一竿而正 是非對錯,與他可干,羅漫德真個瀟灑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點鐵成金,把一塊空無所有的彈圓之地變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之首 不但社會安穩,而且居者有棄屋,生前死後皆獲國民歌頌 李光耀以鐵碗政策治國,但對妻子卻一旅遊情,治國自家剛遊相際 非搬世間以權謀式,只管如肉百姓及致命風流者可望其漢輩 李光耀總理在信息萬變的亞洲能夠隨便而識變,創造一獨特模式國度 又不失其個人風格,浪漫如詩,究竟是歷史選擇,還是命運? 作者為《易經思想》加著有《易經通式思考》等罪一先生